首先師傅會給你一些聖水 拿回香港 這些聖水你可以當作 你回到香港拿大桶水 即是七仔買也可以 然後你就拿一些聖水倒下去 你倒出來一點點 然後就拿一些聖水倒下去 你當這個五公升的桶 這個五公升就變成聖水 這些你一路循環融 師傅就說 你回到家 這個聖水倒下去 你就拿一個噴壺 裝一個噴壺 在家門口由開始噴 用那個噴壺噴你噴你 由家門口開始噴整間屋 垂房、廁所什麼都要噴完 因為如果你噴個廳噴垂房 你不噴廁所 它就躲在廁所 所以現在要清掉那些 清掉那些不好的 整間屋都清掉 變成你家屋就乾淨了 是啊 那你這些聖水你可以循環 因為現在你當細菌 你現在進去幾個月 已經進去整身 變成現在 變成了整身 應該是 即是同樣的這些細菌 你吃錯東西都是 是吧 你吃錯東西 掉了細菌 進去你的身體 那你這些 你不是說一日半日 你已經幾個月了 剛才你說的 神年 今年都四月了 我見它又進我下面 這樣通道 這樣衝進去 那些 我都熟悉了 所以問一隻劍 問一隻 問一隻 現在呢 現在你當一次 這個聖水你當藥 即是現在 你吃了 它又沒辦法清掉你的那些 是啊 那你這些 這些聖水呢 就是你長期喝 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聖水 這個師傅的聖水 有五個力量 第一佛祖 第二正神 第三師華大神 第五就是四面神 還有天王 還有六個力量 還有濕婆神 就是六個力量 所以 你可以當水喝 這樣清酒那些 等一下師傅 會幫你添白布 然後幫你練經 清酒你那些 那些江頭 這樣做足 做足